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历经十八个小时的考古发掘 龙平四塔地宫终于重见天日 狭窄的发掘空间 考古队员又将遇到哪些困难 精献于世的佛教圣物是否能够解开更多的地宫之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6年9月9日清晨6点30分 上海博物馆考古部的工作人员 齐聚上海市青口区青龙镇遗址 也就是在这一天 他们将进行一项不寻常的考古发掘工作 考古的前期准备工作早已就绪 眼下摆在考古工作者面前的只剩下时间 他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青龙镇遗址 龙平寺地宫的发掘工作 青龙镇是上海最早的贸易港口 始建于唐代天保年间 也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始发港之一 据史书记载 北宋年间青龙镇有南北两寺 龙福寺为南寺 其寺塔至今依然屹立 俗称青龙塔 而作为青龙镇北部重要地标的龙平寺塔 却被毁坏 宋代高僧林建 在龙平寺宝塔名中这样写道 若建士塔中安设立 这座建于北宋的千年古塔 究竟在哪个位置 塔面是否安放着设立 多年来 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着龙平寺塔的踪迹 事情在2015年底忽然有了突破性进展 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探沟中 发现了一块印有入塔内文字的模印字砖 于是断定龙平寺塔基遗址 应该就在探沟不远的地方 当我们现在在这个 勘探到这个区域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在勘探的过程中 在地下一米左右的区域里面 会有一层障碍物 打不下去 我们当时根据手感 可能怀疑是跟砖有关系的一些地方 但是它面积很大 我们想可能跟建筑有关系 所以当时也就开了一条小的碳沟 这个碳沟里面有出了一些砖 砖上有闽门 上面这个闽门直接说这个砖是入塔内 所以我们就讲 这个地方肯定跟寺庙遗址有关系 考古工作者在对龙平寺塔地基发掘时 在地面上发现了一些保留至今的塔砖 砖塔上的名文记载着捐助者的名字 因此考古队员推测 这个塔极有可能是由民间捐助而成 这个是我们发现的那个坛砖 它就上面有这个摩印的字 像这一片砖它写的是路人安 病妻孟十娘舍八万四千片 就是说它这个造塔的时候 它是当地的信众 然后初切初立 然后舍就是它没了砖舍到这个坛里面 然后是一个民间造的一个寺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很多砖上面得了摩印的字 在窑场里面写定座 做了以后 比如说你定 假设你要定一万片砖 它在砖批没干之前 它又给你刻个拇指 然后印在上面 然后再入窑哨 烧好以后再运到这个地方来 当然也有舍一片两片的 比如说我们像这个 这样的砖它就舍一片两片 舍一片两片 它就不太可能跟你刻个拇指 它就是用这个红色的矿物颜料写个 像王文姓舍 它有的会写舍一片写两片 像这一块砖就是它舍了一片 舍的最多 我们现在发现舍八万四千片 像这样的都是舍八万四千片 所以它出现的概率也最高 考古工作者随即决定 对塔基进行发掘 历经三个月 塔基外部结构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 发掘结果显示 这处遗址就是文献中记载的 龙平四塔 2016年9月9日 对地宫内部的发掘 拉开回目 这个地宫上是在 整个文献记载里面 是有记载的 所以对但是这个发掘的话 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还是难度比较大 因为它上面是一层木梁结构 然后底下保存 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地宫形式 给我们留下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 而且我们知道 实际上如果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 或者是说从文物工作的角度 我们希望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 能够对地宫进行发掘和清理 然后第一时间让文献得到一个保护 考古人员首先对地宫外部结构 进行了三维扫描 初步掌握了地宫的精确结构 龙平四塔地宫为防塔结构 地宫上盖有一个梯形副石 副石下为九层副砖 考古工作者对地宫的结构 有了初步的了解 地宫的塔基结构特殊 上方是两根交叉的木梁 两根木梁长近八米 距离地宫仅四五十厘米 考古工作只能在木梁底下几十厘米的空间里完成 这给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上面它是一块石头 就是露石 就是相当于一个盖子 盖着地宫最上面 然后把这块石头拿开以后 这块石头有一百多件重 下面地宫下面它空间很小 上面它有两根木梁 所以这个台这块石头的话 也是因为空间小 就是要好几个人 就是也花了一点时间 由于空间的限制 现场的拍摄记录工作 只好由考古工作者自己来完成 这什么是吧 你觉得直接往这翻 什么你 不是直接往那起来 直接往那翻翻不过来 我觉得往那边起 可以可以可以 进码 进码 可以可以可以 等一下 有东西 你看一下 有铜钱 走 好 看到了 吃饭了 别怕 你能移给我给钱 在那里面 等一下 要把它放在那里面 那一枚在什么位置不知道 那边对称的应该有 看它是什么 对 橙子放下面 闲瓶元宝 有闲瓶的 可以没去 坐啊 推着板 别再走 看手 好 先往这边推 行行行 板着板不走 板着走 底下都走 底着 底着 好了 好 好 好 几个小时后 地坑的第一个素质 终于一层 按照考古程序 每揭开一层 都要进行绘图 照相 编号等工作 在第一层副食接取完毕后 一个发现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这是一块铜镜和几枚钳壁 前面一天的话 我们就是做了那个文物的一个出土文物的一个应急性保护的一个预案 就是这样各种各样材质的文物如果出来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怎么怎么第一时间来保护它 因为它一接触空气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变质啊或者其他的方法 这样的话我们把铜镜就放在一个一个保鲜膜里头里面放了一个除氧剂 这样的话就是它减少它氧气减少它的氧化 这样的话每一枚铜镜每一个铜镜都要这样处理 在对第一层文物清理提取后 考古工作者开始对地宫上的副砖进行逐层清理 每一层副砖的揭开都有铜镜出土 这让考古工作者内心充满了期待 发掘工作也加快了进度 然而当考古工作者清理到第五层时 发掘进度忽然慢了下来 考古工作者发现 第五层副砖排列结构与其他几层有着明显差异 每一块砖角都朝外排列 其面积也要大得多 更为重要的是 第五层副砖揭开后 就到了地宫内壁的清理 由于下面四层砖镶嵌在宫市的内壁 发掘难度猛然间加大了许多 卡住了是吧 卡住了 到第五层砖戒掉以后 又发现一块石头 发现一块石头以后 然后就跟上面的石头是一样一样的 就是只不过体量比上面那块石头要大一些 它就是像提形一样 上面小下面大 这个叫路顶 就是在建筑学上像方顶一样 其实它是整个地宫它是也是一个防坦的一个结构 下面大上面小 它这块石头呢边上都砍了砖 所以这个边上砖砍得很紧 砍得很死 所以就这个砖戒起来就非常难 而且我们又担心把砖 不小心把砖碰回来 所以就特别小心 然后它砖缝之间的都备回糯米酱油 就是各份 所以那个建起来也难度也比较大 也比较花时间 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下面这块石头 侧面的这些砖一层一层结掉以后 才可以把那个石头再拿进 当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地将副砖接除后 一个难题又摆在了他们眼前 副石的重量重达一百七十多斤 由于地宫空间有限 使考古工作者无法借助于机械力量 如何在狭小的空间内 将副石安全的移除 成为这次地宫发掘的重点 先套一个脚 然后这边再移 塞进去吧 对对 伸进去 那个胆子鞋 不行啊 不是啊 这样好嘞 咱四个人直接 那边四个人接 直接把这个石板放到那个地上 肯定把东方 好啊 正 三 看出啊 没事 别诊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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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边你够 我给你们呢 又来一个呢 来 你看 又来一个 我来 我来 考古工作者通过不懈的努力 在狭小的空间内 对地宫内部进行发掘 看到了 所以你啊 所以你啊 好 地宫上方的腹石被逐层接取 一面铜镜和几枚钱币的出现 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每一层腹砖的揭开都有铜钱的出土 让考古工作者内心充满了期待 最后一块腹石的揭开 又会有怎样令人惊奇的文物出现 经过多次尝试 最后考古工作者只能用人力搬运 将腹石一点点移到地宫表面 小李你那边再来一个吧 行 没事 好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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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东西 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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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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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那边 小李那边 走 对对对对 对对对 走 小李那边 走 随着最后一层腹石的揭开 指针已经不知不觉地指向了22点 此时考古工作也到了最为关键性的一刻 最后一层腹石被揭开后 在一群紧张而激动的考古工作人员的见证下 埋葬了近千年的地宫文物 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眼前的景象令考古工作者喜出望外 地宫宫室内壁有石板砌柱 位于宫室中间的是一个木函 木函的左右各有一座阿玉王塔 其顶部还放置有一串佛珠 让考古工作者感到惊讶的是 在并不宽敞的地宫宫室底部 竟然铺满了钱币 此时距离发掘的起始时间已经过去了近16个小时 持续高强度的工作使考古队员们疲惫不堪 然而考古工作却还在继续 出于对文物安全因素的考虑 发掘工作必须一鼓作气 工作人员将木函整体提取 连夜运回了实验室 18个小时后 地宫的发掘工作才基本告一段落 虽然发掘工作初步完成 尚未开启的木函仍牵动着大家的心 木函中还会有哪些未知的秘密 虽然或许就在开启木函的那一刻 公室整个打开之后 包括清理文物 我们又延续了一段时间 实际上我们最后的结束的话 一直要到深夜一点钟左右 然后而且我们为了文物保护的要求 我们第一时间在深夜把我们的出土的文物 重要的文物 然后送到了我们的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 然后希望能够在那里得到最恰当的保护 尽管人们对木函充满期待 但考古工作不容有任何说漏 于是一场专家研讨会就此召开 经过仔细的论证 专家组制定了详细的开启方案 很均匀的 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外面复杂物 没有任何东西的 但我不知道 因为外面的东西我没看到 而且星期也没看到 东西再不好 打开还是不打开 如果决定打开 打开再讨论也是 打开打开就不用了 可以打 我们今天讨论只能到这个程度 开启着你木头保护你要一个一个 这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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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9月19日 工作人员开始对木函进行CT扫描 木函中隐约的文物轮廓清晰可见 木函中究竟隐藏着哪些珍贵的文物 这引发了考古工作者无限的遐想 这个角度差不多 为什么我转到180的时候 可能这个角度有限 现在这里面差不多 对吧 照理说我觉得里面和外面东西应该不一样 你说这里放佛祖 这里放佛祖 这里上面也都放佛祖 跟这里也放佛祖 那你看肯定是我觉得都是不一样的佛祖 或者是你说的舍利什么样的 上次看好像就看到两串 两串比较 没有 有一串在哪 哪个位置的 在这个 在这个 木盖子上面 在这个上面 在木板上面就是有一串的 对 熊老师 你看看有没有这样你带 有带 好我去给你拿一个 是一个形状的 是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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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都还要 还要把这个 放过去 放过去 在掌握了穆罕的基本信息后 9月23日 紧张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考古工作者惊奇的发现 木寒之内还套着一个铁寒 而木寒与铁寒缝隙之间还夹杂着许多文物 这个拿着 这个拿着就好 这边 这个 这个 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除了十余枚古钱币 还发现有铜镜 银柱等其他供奉器物 工作人员将它们一一清理 随后装入隔绝空气的器皿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下面有东西吗 下面有东西吗 下面没有 好 放 等一下 木寒内的铁寒也被整体取出 妥善保管 等待着下一次的开启 将铁寒取出后 考古工作者在木寒的底部 意外地又发现了一个小器物 通过清理后 一支金龟慢慢清洗起来 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提取的文物进行清理 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提取的文物进行清理 这时一把银勺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银勺精湛的制作工艺 使工作人员赞叹不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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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沐寒的扫描结果 让考古工作者惊奇不已 沐寒内与铁寒之间的缝隙中 提取出的钱币 铜镜等缝缝器物 让考古工作者有了更多的期待 好 没事 没事 过去看 好 我放啊 2016年10月18日 考古工作者准备开启铁函 铁寒里铺满了水晶佛珠 经过编号 清洗 放入不同的小盘子中 这个是 哪就这个 四举 四举 一方 二方 四举 嗯 为什么 一方 八字 二方 四举 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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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 一件造型独特的器物 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当表面的污垢清除后 一朵精美的莲花器物 渐渐露出了真容 然而让考古工作者 没想到的是 铁含内还套着一个贴金木含 材质的变化 是否也意味着 其中盛放的文物更加贵重 时间似乎在这一刻凝聚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这件贴金木含上 考古工作者将含盖慢慢打开 发现其中还有一个体积更小的银含 工作人员将它打开后发现 银含的内部满是积水 一尊释迦牟尼涅槃像 安卧在其中 在铁含与金含的缝隙中 还发现了一个铜制小瓶 这看似不起眼的小瓶里 却盛放着地宫最为重要的发现 几颗圆珠状的物件 经鉴定应当是佛教圣物设立 其中三颗为水晶质壁 至此实验室考古基本完成 工作人员进入了文物保护与研究阶段 文献记载 北宋时期 人们在进行海上贸易时 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当地民众敬佛有胜 以祈求出海平安 求得心理慰藉 龙平寺塔的发掘 不仅仅是在考古学上 在经济史 社会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龙平寺塔的修建 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龙平寺的话 当时候是一个比较佛教圣地 但是它作为它寺庙中的一个龙平塔 实际上当时候除了佛塔的功能之外 实际上很重要的说 实际上是作为灯塔的这样一个功能 它是作为指引 当时航船进港的这样一个灯塔 所以从我们所谓的对外贸易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实际上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证据 龙平寺塔的修建 使得青龙镇的贸易经济更加繁盛 青龙镇一跃成为宋代的东南巨镇 龙平寺塔基地宫的发现 显然只是一个契机 青龙镇还有众多深埋在地下的未解之谜 等待着去探索 或许有一天随着发掘的深入 这个昔日繁华一时的港口重镇 会揭开他的神秘面杀